接下来我还是要讲第二个最多最多同学曾经问过的问题 就是表格 所以我接下来讲这个表格 好 这个表格它有几个重要的一个使用的方式跟技巧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针对这个表格 您可以发现那个表格 我这个表格是三蓝 几列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列 好 那在三乘七的表格中 如果我们希望来去控制这个表格的宽度 表格的宽度 好 真的建议你一定要学会这一招 就是左手按住Ctrl键来去调整 当你当你在调整的时候 它会连带把这条线去做一致的一个控制 也就是说按照同样比例来去做调整 好Ctrl键按住 然后拖曳 拖曳这条线 往左边 你会发现第二蓝 蓝宽变宽 第三蓝的蓝宽也同时变宽 所以有加Ctrl键它才有这个优点 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你要选到整个表格 所以你可以点它 这是表格的枢纽控制 那如果你今天只想要选到标题列 表格的标题列 那你就必须要在表格的外面点一下 好 那通常表格如果很长的时候 像我现在的表格呢 它跨页了 我们会设定第二页 把标题页重复 这个功能在这里 一点选表格的第一列 当然如果你的标题列只有两列 那你就选到两列 好 我现在的标题列只有一列 所以我就只要选到一列 我希望它在跨页时 标题列要重复出现 有这个功能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怎么做 就是 在表格的设计 还是版面配置 等一下 它在版面配置里面 所以我右上角 右上角这个 又必须要关掉 好 点选 重复标题列 所以版面配置这边点选 重复标题列 您就可以发现这个 范本名称 范本类别 取得位置 在跨页的时候 它会重复出现 那没有跨页 当然它不需要出现 这个功能 所谓重复标题列 它只有在跨页的时候 才会出现 好 为了证明给各位看 我就只能在这边一直按住 Tab 键 要按好多次 所以 刚才我就按住 要呈现到 跨到下一页去 好 请要 仔细看 请要仔细看 跨到下一页去之后 你看这边是不是又出现了 好了 我就先把它还原回来咯 所以这叫跨页 标题列 重复 所以英文翻译 它就变成重复标题列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您应该理解 它其实是 是指 跨页的时候 把标题列 重复再出现一次 接下来呢 我想要介绍的是 一个 就是 标题列 的列高调整 那这里面 字 我就希望整个设定 稍微把它放大 然后字中 所以 选到这 三格 然后 这边有 版面配置 字中 字 变大一点 因为 我想要同时让你看到 这边会同步一起做修改 好 这就是 标题列 它的一个特殊设定 那 为了 等一下 我要介绍上课方便 那个框线 我们也可以谈一下 框线 那 框线是在设计里 因为它是跟美化有关系的 好 所以我比较 请向建议各位 您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钻研 建议您就使用这边预设 预设 既有的 好 我觉得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配色设定 然后你只要想 像例如说 我们的字是黑色 只是白色 然后接下来搭配一个在里面合适的颜色 来放置当作是表格的主色调 好 那 例如说 我还是觉得蓝色应该是最理想的呈现方式 所以请点它 好 那 接下来 这个是样式的选择 但是我希望是隔线 所以隔线这边就是选到全部的表格 然后框线这边 它有分所有框线 这是所有的框线 那 我又希望就是说 把那个 最外层的这个框线加出 所以外框线 那你会说 那这时候外框线没有变 是因为这边我们稍微做一下修改 首先把那个外框线我们加出一点 或者是我们用双线 双线 然后出一点 例如说1又2分之1 然后框线里面改成这个叫外框线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设定好 等一下 这个地方我比较喜欢是这个字中 就是它原本刚的样式 我比较喜欢是这一种 好 那接下来我还是想要跟你分享 那个 Word里面 最多同学想要知道的是一个功能 就是说这个框这个表格 如果我现在要塞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 一塞进去 它就整个把我原本设计的表格给整个挤压 那我能不能将塞入的图片宽度 我依照这个表格的宽度自动的缩小 而且宽度缩小 高度跟着同比例缩小 答案是可以的 要这样设定 我再把题目讲一遍 就是当我今天我想要去把这个表格的一个宽度 依我插入图片 可是不算按照图片的宽度 而是依照这个表格的宽度来去调整 而且同时调整缩小宽度 还有自动缩小调整高度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好 首先我们要先设定好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在这个地方 我插入一张图片 好 你看我现在插入图片 你就直接用你现有的图片 好 那我个人 我个人因为有很多的图片 所以这都我自己做的 好 那例如说 那个 做 好吧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们大家都用线上图片 只要大家使用合法的软体都可以用 例如说 自然 的图片 看看 好三好嘴 好 例如说 这一张图片 然后插入 希望我可以插入 好吧 对不起 那我不能插入 你们应该可以 来 那你就直接去插入 我就直接用我内部 我既有的图片 你看当你插入一张图片 它是不是就把刚刚右边的格子 整个都挤啊 就破坏了你原本表格的设计 所以 所以赶快还原 我的宽度就只能这么宽 所以你要先去做 整个表格的一个宽度的一个调整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滑鼠右键 好 我要特别讲一下 你去找这个功能 可能找老半天 你还找不到 因为它可能会放在 设计的更多 好 所以还不如直接在这个地方 就是 用滑鼠右键点选 点选整个表格的枢纽控制 也就是左上方的这个十字 然后再点选什么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表格内容 对 然后接下来你要针对的是整个表格 而不是某一栏也不是某一列的储存格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选表格选项 然后请把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请关掉 所谓内容 就是你插入的图片 它的内容就必须要放很大 因为图片很大 所以内容就要放大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功能关掉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你今天你塞了一个很大的图片 可是我的格子就这么大 所以这个时候它不会再自动调整了 所以就把它给关掉 确定 确定 好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再去插入 你们就自己去找 你到线上去找 或者是到那个自己的电脑里面去找 好 例如说我再插入 刚刚这一张图片插入 你看 它就没有变更宽一点了 好 那相对的 这个 这个首页 这个首页 好 我一样去插入 一张图片 然后 假设我现在放的是 这一张图片 插入 好 就可以发现 就是说 它不会再去像刚刚那 整个挤压到 下一格 而且它是自动把宽度缩小 然后接下来 本机 然后一样 插入 图片 好 我刻意插入一个 像这种 你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图片 然后 对不起 因为这张不是我的图片 所以我用这一张好了 这是我的图片 然后点选 插入 好 它就自动的去缩小 但是它缩小是只有缩小宽度 可是本身这张图片 它是属于偏正方形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在这个地方 它的高度 因为宽度 同比例缩小 所以它还是维持原本的正方形 那个偏正方形的一个形状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提供给大家来去参考 所以当然你可以再继续去做这件事 好 现在我做的这件事再重新讲一次 就是说它不再依照填入图片的内容大小来去破坏表格的宽度设定 好 那我再插入一张图片 就要结束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 那个就是 经常有同学询问 好 那以上就先暂时提供给你们 就是针对图片的一个设计 然后再接下来 所有的这里的文字呢 我们就希望安排到 例如说字中的这种感觉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的 这个表格 表格的一个设计 好 那因为它是一个表格 请各位要养成习惯 通常我们会去 会去讲说 那个 例如说字是 范例 范本中的多媒体设计 什么绝对有 就是说 通常我们会讲说 这是一个什么表格 好 所以我们表格是要有一个标号 你们有没有问题想要提问呢 表格要有这个标号 我才方便在引用表格的时候 去做说明 所以表格一定要去这边 滑鼠右键 一定要插入这个标号 但是我后来发现 好像很多人都不太喜欢标这个标号 插入标号 那表格的标号 一定是放在表格的上面 好 因为表格的特色 它是精确内容 统计图表 统计图表 的标号是放在下面 因为统计图表的特色是在 精确 那个统计的结果 就是示意的结果 所以你可能要需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来去说明 这张统计图 它的意义 还有怎么看 那表格就不是了 表格就只是一个表格名称 所以一定是放在表格的正上方 所以你看如果是表格 如果标签是表格 它是放在选取项目之上 就是我刚刚是在这个地方用滑鼠右键点 所以就选到整个表格 那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图 它就会自动把位置定义放在选取项目之下 这是惯例 这是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用的 所以你只要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那通常如果说你喜欢 例如说预设的 因为它的预设是叫table 那中文它叫做表 那如果你想要表格 可以 你就写表格 你就新增标签 但是我还是用就是预设的表 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它是第一个表格 然后再加名称 例如说这个叫做范本 名称表格 确定 你看它一定放在上面 好 那建议 建议我个人 我个人会比较倾向把它设稍微大一点点 因为这个名称一定会在我的文章里面有去讲到 例如说 那个四四 这个就叫做范本名称 范本 名称 表格 中的多媒体设计 好 多媒体设计 哎 好像被这边被我修改到了 这应该有一个叫多媒体 不是 不可能都每一个都是 都是office 好 我的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当我们在引用 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要引用这个表格 所以 呃 请各位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就好像说 这个 图片 等一下我要介绍的图片 图片通常会在正下方 字中 放相关的一个说明 而且说明都是 有依据的 说明的 几个重点 就是首先是名称 然后接下来就是内容的描述 然后内容又分它里面的一个怎么看这张统计图或者图片的方法 好 然后以及看到的结果 视觉化的结果是什么 好 所以我们标号 一定要做 有了这个标号之后 我们到时候去参考资料里面 有一个叫做插入图表目录 当然也可以插入表格目录 就是插入这个名称 好 那以上是那个表格的一个说明 我介绍了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首先就是那个宽度 宽度的调整 好 那你要记住 它只能控制连带影响到后面 所有的格子 好 那 如果说你今天 例如说 我插入一个 插入 表格 假设插入这样子一个表格 我动的是 这一条线 这前面就不会动 好 我想这 应该不用刻意说吧 有没有看到 就是 右边一起在缩小 或者是 一起放大 可是左边它是不会动的 好 然后这是加按托错键 才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好 然后 接下来 那个 跨 跨页时 这个 这个 标题 重复出现 再来就是 统计图表 统计图表的 一个图片 放到表格里面 它不要去 破坏它的宽度 高 然后同比例 缩小 它的一个高度 好 那 表格就暂时介绍到 这个地方 我接下来想 就介绍 介绍图片 好了 介绍图片 首先 插入图片 我想这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可是我要讲说 图片在这边的一个应用 好 等一下表格 表格 表格 表格还有一件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要搭配以下来讲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来去做说明 呃 假设 这 这以下这个动作 你们可以不做 好 那 因为 因为在新版的表格 它有 很棒的一个 版面配置的 自动调整 我超爱这一个功能 所以 一定要跟各位分享 当然 我还非常非常喜欢 它的设计 因为 我就不用去想 它要用什么格式 所以我赶快来介绍 版面配置 好 呃 但是我今天 来不及讲 合并力 没关系 我下一次 下一个T次 下个礼拜 我再去那个另外一个课程 我会录好 到时候呢 我会提供给我 那个学生 来去看一些就是线上的课程 你就会看到了 合并列印 呃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通常我们 就是在做 一个文件 说明的时候 一定会放表格 这个表格 它的重要性就是 它有正确数字 呈现在这个地方 白纸黑字 讲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你只有放统计图表 那是不够的 为什么不够 因为统计图表 只有讲到结果 那一个点 例如说 今年的销售额 就只有那一个点 可是 可是 如果是资料表 它假设 它可以呈现 个月 甚至假设 你今天呈现 个年 好的 精确资料 那这时候 你要想到一件事情 如何 如何在有限的 文书排版 因为今天的重点 是在叫文书排版 所以怎么样 可以让它排在这边 排得美观整齐 好 我觉得这才是 我们应该要多琢磨 来去学习的 所以我把我的经验 再告诉各位 我现在我先打开 Excel 因为本来没有要打算讲这件事 所以我先去用另外一个范例 这边可能就不请你们来去做 因为它牵涉到Excel 做好一个数值资料表 好 例如说我现在 我就以这一个Excel档案 来去简单快速做一个资料表 那算什么呢 算那个 各年 各年 类类别的销售额 好 插入数纽分析表 确定 然后因为要算各年 这样是各年 那我就勾选 订单日期 对不起 订单日期的 配合的网络线 绊组 好 这边 各年的 类类别 类别 所以拉到上面去 好 例如说我还包含类别好了 然后接下来的销售额 那假设我今天我算好一张统计图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我们是不是会去做一件事情 复制 好 常用底下的复制 就是整个这张资料表 在椅子要里面做复制 然后 接下来 我们就到 Word 我是要把 把它给隐藏起来 它怎么无动于衷 让它挡到 好 就是我现在呢 我要贴上 好 我要贴上 所以我就直接贴上去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资料很宽 所以它就 自己去放大 因为我们的表格很宽 但是我们的板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的自动 版面配置的自动调整 那就非常好用了 我们可以固定 我们可以依照内容来调整 内容各位知道吗 这边等一下就会缩小 这边有 自动调整 视窗 视窗到这边 就是到这个位置 这叫自动调整 视窗 或者是固定蓝宽 就是每一个蓝宽 都是一样宽 那我们呢 点选 我个人比较喜欢 我就是要调整到 最多只能到这边 自动调整 到这个地方 好 我个人是喜欢用 这个方式 它就自动去 缩小 那缩小 缩小的时候 很有可能 我刻意哦 假设 假设今天 我的字的宽度 它刚刚刚好 就是一列就可以完成 你看像这个 因为我字 我就是要 更大一点的成现 它就变成两列了 所以 我有时候呢 会做这件事 缩小 这个缩小字形 请注意哦 缩小字形 假设 假设今天 这一个字 它是标题 标题的大小 然后 跟数值 值的大小 假设是不一样字形 它所谓缩小是 从本阶 往下减少 一阶哦 好 那 不是说整个一起变成都是12字形大小 所以 这个才是一起变成12字形大小的设定 这个是整体 就是分别下条一阶的设定 好 那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在美观上面 我相信各位可能不是很满意 没关系 设计里面去挑一种 如果说 这边我们已经 挑了这一种 那么 以后请各位记住 所有的表格都使用相同类型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加了以后 它好像变成什么 变成就是像这个就变稍微宽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会用常用底下的这一个功能 缩小字形 我尽可能的就是缩小 好 当然也可以只针对这个内容来去做缩小 因为这些都是数值嘛 好 所以针对它来做缩小 缩小 这是绝对都没有问题的 好 那以上的这个应用 我觉得相对来说 应该是在整个版型的一个配置上面 它也文书排版 也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因为这一个新功能 就是版面配置里面的自动调整 帅 然后设计 设计这边 它的一个表格样式 也请各位一定要掌握 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介绍图片 图片不是插入就好了 插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张图片 好 因为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我做的 可是您知道吗 这份文件好久好久之前做的 那这文件啊 我觉得您应该要去思考说图片 图片 与就是文字之间 你看这边是不是空很大 好 我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宽度 A4的宽度来去看的话 好 但是不是以书的宽度 而是以A4的纸张来去看 好 那这个的宽度 我会希望这张图片 大概设定到 我有算过大概12公分 是比较刚好的设定 因为这边大概空了大概2.54 为什么空2.54就是一寸 好 一英寸就是2.54公分 所以这边空2.5公分 右边空2.5公分 21公分减去5公分 那就变16公分 16公分大概你这张图片 放置12到13公分 左右空的一个宽度 刚刚好 好 所以我通常会把这张图片 设成多少 12 然后我设定了这一次 我设定了这一次 我会不会希望每一张图片都是12 好 例如说这张图片的宽度 我先不改好了 可是这张我就希望变成是12 所以这个时候 刚刚那一个图片已经设定了12公分 我就希望每一张图片都是一样的大小 所以这时候只要点一下F4 你看它是不是变成12公分了 然后选到这张图片F4 选到这张图片 选到这张图片F4 你看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在排版上面 那个图片都会达到一致 好 F4 但是相对 相对的你可能还是要去做一些 依照你自己文章的一个调整 我这边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是比较刚好 因为我喜欢图片这个段落 我就会刻意切出一个图片段落 然后设到至中 好 这样看起来那个整体的感觉是比较舒服的 好 就是每一张图片你都可以点 F4就可以把它设定好 12公分 这两层就不设了 F4 F4 好 其实我做完这件事情 这个F4 那你就要知道说 它其实可以记录上一次的一个图片宽度的设定 或高度的设定 F4就在做这件事 然后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你就自己 再继续去做 把剩下状 因为 好 剩下最后一节 最后一张 F4 这个来超过 好 终于大功告成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想要跟你继续来去看这个图片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我通常我会设定到至中 当然 这个标号是不对的 这个标号的位置是不对的 我的意思是说 通常就是这张图片 它也可以插入标号 好 那以正确的一个做法 标签选到图 例如说图1 然后加一个点 这是什么内容呢 举例来说 针对这个应该是 档案 功能 我现在确定 因为这个字太小了 看不清楚 档案底下 这个还不是握的 这是 简报 简报里面的一个功能 好像是新增吧 就是档案功能的 档案的 新增功能 因为对不起 实在看不太清楚 这是什么字 那个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说明 这张图片 有很多新增 呃 新增 新增简报的方式 好 然后分别有什么什么 来去做一个描述 它可能就会跨到很多很多行 但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下面图片下面的标号文字 它应该是什么 它应该是 字中的文字 为什么要字中 有别于内容文字 一定是从左 一定是从左 它列到右 好 就是做一个区隔 而且通常在这个图片的后面 我们会再控一个段落 以示区别 好 所以这都是图片放置时应该要做的事情 再来就是图片 图片我个人惯用的宽度是这个 图片宽度 0.25 那 我通常第一次的设定 我会先设它 我会先设定它 然后再把图片的宽度 设成0.25 好 变成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细细的边框线 增加它的一个美感 好 那以上是一个图 图的说明 然后 接下来 像例如说 这个 这个 应该也要设为12 字形 12的大小 然后 这个 这个要设为 字中 然后增加 增加它的一个 格式设定 我会把它设定成这样子 宽度是 0.25 记得 这个是标号 也要字中 然后 标号 完毕之后 跟 内文 它中间 它有一个段落 好的 一个分格 好了 以上是 这个图片 图片的一个说明 记得图片 插入标号 在这里 好 像例如说 这个 一定是叫什么 图2 图2里面 就是在介绍 简报中的 文字艺术师 简报中的 文字艺术师 确定 好 那还有 请各位 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现在 我抓图 我抓图 我以前我们都是用 print screen print screen 它就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抓出来的图 会比较模糊 有没有比较好的 抓图 好 我是这样抓 假设我今天 我要抓 好 例如说 我就 抓自己 这一张图好了 我用的快速键是 windows 加shift 再加 s 然后 接下来 针对这个内容 来去做截图 然后 接下来 截好图之后 例如说 我贴在一个 word的什么地方 好 例如说贴在这边 贴上 这一张图 我暂时动不了 但是您可以观看一下 就是说 它的解析度 好 基本上 这 这 这不会动 好 这个 这个 你可以比较一下 我用 windows 加shift 加s 抓出来的图 好 它感觉起来 基本上 解析度是 差不多 是 是蛮不错的 所以提供给你们 参考一下 而且你可以自己去定义 那个大小 然后 如果你不满意 你 你还可以 就是 再去修 例如说 去做 那个大小的 一个调整 好 那 针对 这样子一个设计 这是 关于图片 图片的一个 说明 请问一下 有没有同学 要提问问题的 因为 时间快到了 我看一下 聊天里面 都没有人 要提问问题吗 好 那 我还是要 回来讲 这个地方 好 就是 在今天 最后面的 课程 无非是要 跟各位 再分享说 那个 当我们今天 设计完一份 长文件 我们会有 目录 那这个目录 它 那个 会 很重要的 一个资讯 是后面的页 可是这个页 应该要 怎么样去设定 好 在这个地方 目录 有目录的页 内文 也就是 本文 有本文的页 我们必须要 区分开来 那 区分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 建立一个 分解符号 这个 分解符号 它就变成 上面目录的 这个区块 变成是 叫做 节一 下面这个 目录这一块呢 它叫做 节二 好 那 设定完这个 目录之后呢 我们还要 针对表格 去理解 表格这边 我们又应该要 怎么样去 理解 像 我觉得非常 重要的 那个标号 它是在 表格的 上面 以及 表格里面 如果我今天 我插入 图片 图片 不可以去破坏 这个表格的 宽度 另外 我们的 我们的 那个 表格呢 如果说 我们今天是 来自于 别个 例如说 以效软体 我们还有 就是 自动 调整 好 依照 我 我个人 最常使用 就是 视窗 那 你可能要 随着 拿到的 资料 去做 些许的 调整 举例来说 假设你今天 放不下 一口气 放不下 十年的 资料 没关系 那我们 当然就 先放个 例如说 五年 五年 这样放 变成 两个 上下的 表格 来去 呈现 这是 绝对 允许的 好 那当然 可能 就是说 那个 表格一 就变成 什么 101到 105年 然后表格二 就变成 106 到 110年 好 那 表格 这边 大概理解之后 我觉得 那个图片 图片有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图片的 大小 通常 我们在交一份 计划 或报告 的时候 图片 每一张图片 都应该 控制在 一样宽的 一个设定 好 然后 接下来 他 讲的 宽度 一致之后呢 我们 是不是 再去设定 例如说 他的 框线 好 宽 细 这些 当然 图片 也有图片的 标号 那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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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跟各位 分享的 就是 从 长文件 从文件 的使用 到 长文件 然后 再来到 长文件里面的 那个 元素 目录 页码 以及 表格 图片 的一个 设定的 方式 然后 希望 这样子的 内容呢 可以有助于 各位 未来在 制作 长文件时 一定要用 自己单位 已经建立好的 样式模板 然后 创造出 我们 同一个 单位的 一个 一致性 样貌的 这种文件 那 以上 是我 今天 想要 跟各位 分享的 内容 祝福 大家都 幸福 平安 那 如果 你有问题 就 欢迎你 再 留下来 我们还可以 再继续 讨论 我不会 这么快 离开 那 我们 今天 就 暂时 先上到 这边 谢谢 您的 聆听 期待 下次 谢谢 谢谢大家